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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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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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让自己归属神 这是更大的一个福气 愿神能够照圣经所赐给我们的应许祝福 让我们因为遵守安息日 被神借着以色列雅各的产业来牧养 也让我们成驾在地的高处 这是神对于遵守安息日的圣徒给我们的祝福 那下午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如何来参加这个灵恩会 早上有提到 我们讲到灵恩会的时候 虽然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什么是灵恩会 但是透过旧约圣经选民的这个节期 让我们知道灵恩会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在新约时代 我们不必去守那个规条 但是他的这个精神都呈现在了 今天真约书教会的灵恩会当中 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必须看中 那看中当如何去参与这样的一个属灵圣会 我们再次翻开这个生命纪的第十六章 生命纪的第十六章第十六节 生命纪第十六章的第十六节 十六节 一切的南丁要在除孝节七七节住棚节 一年三次在耶和华女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 却不可空手朝见 这节圣经提到了 只要是神的选民 一年三次要到这个神立民的地方 去敬拜神 去朝见神 但是这节最后一句话 那这里这样讲 当我们去朝见神的时候 参加这样的一个圣会的时候 他说不可以空手朝见 我们看到 许多的这个宗教 许多的庙宇 当他们的信徒 去敬拜他们的这个神明的时候 他们也都不会空手去朝见 那这里告诉我们说 不要空手朝见 那我们该带什么东西 来敬拜 来朝见 来参加属灵的一个圣会 是像他们一样 去宰杀牛羊 甚至积鸭鱼 或者是其他的 有一些水果 还有什么打精子 或者是什么样的东西吗 其实神在这里这样子讲 不要空手朝见 意思是说 我们要带一些东西 但是神要的 不是物质的东西 我们看这个诗篇的第五十篇 诗篇的第五十篇 诗篇的第五十篇 看第七节到第十四节 五十篇的第七节到十四节 我的名啊 你们当听我的话 以色列啊 我要劝诫你 我是神 是你们的神 第八节 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 你的繁祭藏在我面前 第九节 我不从你家中娶公牛 也不从你眷中 眷内娶三娘 第十节 因为树林中的百兽 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 也是我的十一节 山中的飞鸟 我都知道 野地的走兽 也都属我十二节 我若饥饿 我不用告诉你 因为世界和其中 所充满的 都是我的十三节 我岂吃公牛的肉呢 我岂喝山羊的血呢 十四节 你们要以感谢为祭 欠与神 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 这段圣经 这样告诉我们 做事的人这样说 其实 神所要的 不是说一般 像世人用物质 去讨好 用物质去换 我们的神的喜悦 因为我们的神是充满万有的神 祂掌管天地万物 所以这段圣经这样讲 如果神需要 祂可以自己要 如果我们的神 跟世人一样 祂会饥饿 那我们还要拜祂吗 就算是祂会饥饿 那祂还需要 我们从家里面 去预备这些祭生 来拜祂 来送给祂吗 如果是这样 祂可能不是真神 那这里提到了 我们所拜的神 祂要的是什么 既然这个万物都是祂的 祂如果要 祂自己可以去取 即便是空中的飞鸟 或者是森林里的野兽 都是祂的 那这里就讲到了 神要的是什么 祂要的礼物是什么 人内心 来到神面前 带着最好的礼物 就是你的心 如果你到神面前 不是用心 诚心 那种虔诚的心 来敬拜的时候 其实神也知道 神也不喜悦 即便你用很多的物质 来去做一个交换 那这也不是神所需要的 在真神的一个信仰当中 当我们去面对这个 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的时候 甚至我们来朝见祂 来参与圣会的时候 虽然圣经讲说 你不可以空手 你要有东西 但是这里又讲到说 不是这些物质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都要去思想 那神要的是什么 尤其我们来参加圣会的时候 那朝见神就是来迎见神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 我们看西伯来书的第十二章 西伯来书的第十二章 第十四节 西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第十四节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圣洁 如果不圣洁 你没有办法去见到神 所以神要求的 你要朝见神 你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人 圣洁 那我们每一个人 也不是说都很好 我们身上都有一些软弱跟不足 但是我们在神面前 甚至你要准备去敬拜神的时候 你可能要在这个当中 你就要开始调整我们自己的心了 因为神是圣洁的 所以这节圣经这样讲说 人如果不圣洁 你没有办法去见主 当你不圣洁的时候 你心里面就充满了很多复杂的东西 混乱的东西 污秽的东西的时候 这就好像一片的乌云 但我们没有办法去直接面对神 去见神 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 来面对来跟踪他的人 他讲到八福的时候 他说清心的人有福了 清心的人必得见神 什么叫做清心 换个词来讲就是说 我们心里面单纯 而不是复杂的 早上我们所读的这个圣经 聚会完之后 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 那里提到有一种人 他那种人是以敬前为得利的门户 敬前就是拜神的事情 可是因为居然在教会当中 有人是什么 透过敬拜神这样的事情 达到他得到利益的一种手段 当我们来到教会 当我们来参加圣会 如果是为了要得到利益 以敬前为得利的门户的时候 就不好了 所以圣经里面提到说 我们要圣洁排除一切 我们只把神摆在第一位 把神摆在第一位 那可是事实上生活当中 我们有很多 好像他的地位 已经取代了神在我们心中的一个地位了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做整理 这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内心 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 创世纪第35章 创世纪第35章第一节 第一节到第五节 创世纪35章一到五节 神对雅各说 起来上伯特利去 住在那里 要在那里足一座坛给神 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 向你显现的那位 第二节 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 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 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 也要自节更换衣服 第三节 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 在那里我要足一座坛给神 就是我遭难的日子 应允我的祷告 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 第四节 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 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 雅各都藏在事件那里的像树底下 第五节 他们便起行前往 神使那周围诚意的人都胜金聚 就不追赶雅各的种植了 在这段圣经神向雅各显现 那在为什么向雅各显现呢 在34章这里讲到说 当这个雅各从 他的母旧家回来的时候 那回来的时候 应该要到伯特利那里 因为在28章那里 他离开他自己家的时候 很害怕 在旷野当中神向他显现 说要保护他 看顾他 那雅各自己这样讲 我要把你当成我的神 那我在这里见到神的面 神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 那如果你在这一路上都保守我 看顾我的话 那我要来到回来的时候 要奉献十分之一 可是经过20年 神让他保守 回到自己的家里面了 回到自己的这个迦南地 这个地方了 他却忘记了这件事情 所以34章他遇到一个管教 遇到一件事情 他的女儿被你家玷污了 为什么神不在保守他的家 因为他忘记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这个四建成的人 都要来击杀他们家的人 那这个时候很可怕 在这个地方他没有办法住下去了 那35章这里神就亲自显现 因为他知道他很害怕 那神亲自向他显现就跟他讲说 你要到伯特那里去敬拜神 去朝见神 那为什么要去 因为你自己讲过的话 你自己在那边 这边这边许愿 但是你的许愿又没有照你所说的去完成 就违背了愿望 违背了他的一个许愿了 所以神说 你要去带着你的家人去 那这段圣经就提到了 雅各就带着他的家人 一起去敬拜这个神 要去朝见这个神 那去见这个神的时候 你看这里这样讲 他跟他家人这样说 他说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 也要自节更换衣服 为什么雅各要讲这句话 因为他家家里面的人 没有跟他一样去敬拜神 甚至他家还有其他的偶像 甚至于你看 在这段圣经里面这样讲到说 他的女儿 他的女儿 他的身上还有什么 身上还有这个环子 耳朵上的环子 那为什么要拿掉这个环子 这环子他不是只有一个 我们为了要装饰美观的一些 他漂亮的东西 很多在以前 在认为我们是说很漂亮的 那个艺术品当中 都有跟艺教 有关联的 甚至是一些像 那这个环子也好像什么 我们身上的一个护身符 就是外邦艺教之徒 那今天要来敬拜这个独一的真神 创造天意的神 所以雅各说你们要自节除掉这些 因为我们既然要敬拜 就要敬拜最好的嘛 你为什么要敬拜那些 不是真的又是假的 我想物质或是假神的偶像 我们大概都会知道这样的事情 可是现在当中 世人当中常常会把 有很多外在的东西 取代了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 好像什么 钱财 所以主耶稣讲 我们拜神又不能去拜马门 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 钱财的意思 那有的人是把自己的那种荣誉感 好听是荣誉感 就是内在的这个骄傲 看得比好像比这个信仰 比神还要重要 外面的那个民生 人家给我们的这个掌声 所以面对待该聚会的时候 属神的时间的时候 敬拜神的时候 他宁愿去参加其他的事情 类似这样的一个场合 不愿意来到神面前敬拜神 因为圣经里面 神对我们的一个要求 既然要朝见神 要迎见神的面 你心里就要把神摆在第一位 既然把神摆在第一位 你就要把你心里面的东西 那个取代成为 好像把它当成很重要的 甚至超越了这个神的 我们在心中的那个地位的 都要把它移除移除 这个叫做自杰 这个就是神所说的 圣经里面所说的 你要圣洁才能够来朝见神 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想想 不是只有外邦人 也不是只有木道朋友 连我们自己 连我们自己来聚会 甚至来参加联会的时候 我们没有专心 为什么没有专心 会心有旁骛 甚至把这些 我们会觉得这些的琐事 好像比圣会 比敬拜神还要更重要 那这样三心两意 神不喜欢 你既然要来敬拜我 要用心灵跟诚实 你的心要带道 而且是诚实的 你不是为了虚情假意的 身有道 心却没有道 这是圣经里面去强调的 从旧位里面看到说 你不可以空手朝见神 进到新约这个时代 再进到从这个新约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说 原来神的要求是这样 当我们心到的时候 即便我们没有带其他的礼物 心就是最好的一个礼物 你的心如果没有到 也浪费了我们敬拜的时间 因为你一直在想外面的事情 甚至一直看时钟 怎么讲到人讲那么久 还不早点结束 那这样有什么意义 所以来参加圣会的时候 第一个我们要自节 要圣节 要圣节 然后我们自己在平常的时候 也知道说我们自己的一个身份 慢慢的去修正 因为我们今天要去朝见神 第二个 要渴慕的心 为什么讲说渴慕的心 不只是在道理渴慕 也对圣灵的渴慕 对圣灵的一个渴慕 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十章 路加福音的第十章 看四十一节四十二节 路加福音第十章的四十一节四十二节 耶稣回答说 马大马大 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 四十二节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夺去的 这两节圣经是主耶稣对马大所讲的话 耶稣来到伯大尼 进到这个马大马利亚的家里面 那这个家里面的 这一对的姐妹非常的爱着 做姐姐的这个马大 看到难得主耶稣来了 那赶快去准备一些东西 准备这些东西要来接待 但是在接待的当中 他甚至埋怨自己的妹妹 为什么没有来帮我 所以他就跟耶稣来埋怨说 你看我的妹子 那耶稣就跟他讲 马大马大 你心里忙乱 你心里忙乱 那你可以静下心来 像你妹妹一样 做到我的脚前 你看你的妹妹 选择那上好的福分 因为他的妹妹玛利亚 难得耶稣来 那难得耶稣来 他就抓住机会 抓住什么样的机会 抓住听到的机会 耶稣在讲 这个天国的福音 天国的这个道理 这个很难得的这个机会 在过去 可能我们要去追他 耶稣就是 从这边到这边 从那边到这边 那今天呢 他自己到我们家里 到我们自己家里面 那我们就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 抓住这个机会 做什么 来听神的道 能够听这个 主耶稣在讲道 这是一个 世人男友的一个机会 早上我们也听到了 我们透过联会 就是要学习神的律法 要听神的一个话 那既然是要这样子 神也透过这个律法 神的话要赐福给我们 那我们就好好的来听 在真耶稣教会的聚会当中 最跟其他教派不一样的地方 外教会可能他的道理 我们也有在其他的教会 听过一些道理 可能他道理也不错 但是在教育得救方面的道理 绝对是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他们不全对 因为他们没有圣灵同在 也因为没有圣灵同在 那我们有圣灵同在 所以当我们在听到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很感动 我们会觉得很扎心 甚至我们会这样的一个想法 说这个传道 这个领会人员 他不知道我的事情 为什么他今天讲的道理 好像针对我在讲 我好像被感觉 被这个针插到心里面 听这个话的时候 感觉好像被插一样 好像很受教 那镜子好像摆在我的面前 把我的一些问题都造出来了 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动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这样的一个感动 因为这就是圣灵跟我们同在 神借着这个讲道人员 他所准备的 他准备的不是说 我知道你这样 所以我要这样讲 没有 那他就讲出他自己所体验的 他所领受的 可是在这个当中 圣灵好像针对我们的这个需要 来安慰 来鼓励 来照亮我们 来照亮我们 我们再看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三十六节三十七节 二章的三十六节三十七节 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 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 神已经立他为主 为基督了 三十七节 众人觉得这话 听见这话觉得扎心 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 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 你看这两节圣经提到说 当使徒他们在五旬节 得到圣灵之后 彼得还有众使徒 开始站着来传讲 耶稣是救主 第一篇的世外福 那世外讲道 好像是个世外步道一样 引用了旧约先知所预言的 讲道了为什么我们会这样祷告 因为我们受圣灵 那为什么是受圣灵 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 耶稣为什么会复活 因为他就是救主 但是你们却把耶稣基督当成平凡人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 所以你们当悔改 因为耶稣确实是救主 如果不是救主 他不会复活 如果他没有复活 我们就不会得到圣灵 这段第二章的讲道就是这样 所以当他讲完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看 三十七节 众人听到了 觉得扎心 觉得扎心 所以我们在听到的时候 我们要打开我们的耳朵 我们要打开我们耳朵 然后专心的来听到 刚刚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那里提到 那个是上好的福分 就是最好的福分 神的道理 对我们来讲是最好的福分 那再来 在这个灵魂会当中 早上也提到 甚至我们花很多的时间讲道说 这是神特别施恩祝福的日子 很多神在这个圣会当中 去彰显他的工作 去彰显他的荣耀 特别透过什么 透过他仆人的手 让我们得到祝福 让我们得到圣灵 所以今天来参加 灵魂步道会的时候 我们不只要专心 我们要专心的听到 我们要认真的祷告 认真的祷告 没有圣灵的 我们要专心的祈求 所以主耶稣就讲到了 就讲到了说 你们祷告的时候 要怎么样祷告 有些人 他在祷告当中 为什么会得到圣灵 神是看了内心的神 他不是在乎说 你年纪大 或者是年纪小 有些人他年纪很小 他也得到圣灵了 可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却没有办法专心 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 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 路加福音十一章 看第五节 到十三节 十一章的五到十三节 耶稣又说 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 半夜到他那里去说 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 六节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行路来到我这里 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 第七节 那人在里面回答说 不要搅扰我 门已经关闭 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 我们不能起来给你 第八节 我告诉你们 虽不因他是朋友 起来给他 但因他情辞迫切的执求 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 第九节 我要告诉你们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扣门就给你们开门 第十节 因为烦祈求的就得着 寻找的就寻见 扣门的就给他开门 十一节 你们中间做父亲的 谁有儿子求饼 烦给他石头呢 求鱼烦拿蛇 当鱼给他呢 十二节 求鸡蛋烦给他蝎子呢 十三节 你们虽不好尚且知道 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天父 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你看这段圣经 绝书讲到 圣灵是我们求来的 不是说我们信就有了 但是要求圣灵 这也不是这么容易 你能不能专心的祈求 神既然在这个特别的日子 他也应许了 要把这个特别的祝福 就是他自己 来赏赐给我们 但是你又没有专心的求 那这里提到了 讲到这个求饼的一个故事 有一个朋友 三更半夜来 小孩子都睡觉了 来敲门 所以这个朋友 因为这个朋友来 他就跟隔壁的来借饼 问题是小孩子都已经睡觉了 那在那个时代 因为空间有限 睡觉的时候会 先把门关起来 再把那个床板放下来 那今天呢 小孩子都已经睡觉了 在这个床板上面了 那要开门 还要把小孩子叫起来 把这个床板立起来 才拿给他 这很多的步骤很麻烦 所以刚才讲说 小孩子都已经睡了 我不能给你了 可是这段圣经这样讲 因为这个人 情辞迫切的执求 所以就照他所要的 就给他了 在我们祷告当中 情辞迫切 也是一个专心 专心什么 专心认真的一个祷告 我想 我们小的时候 可能会玩一个游戏 什么游戏 我们会买 我们如果有那个放大镜 我们手边如果有放大镜的时候 我们会常常找一些干的小草 或者是卫生纸 比较薄的卫生纸 在太阳底下 拿这个放大镜 就在那边一直照照照 那放大镜 因为阳光的照射 聚光 聚光 然后 那个产生的这个热点 让这个小草 我们放在下面这个小草 或者是纸张 那个热点达到的时候 火就烧起来了 冒烟 我们会很高兴 那我想 可能我们玩过这样的一个游戏 这样的一个 在小时候 那你看这样的一个游戏当中 这个是什么 聚焦 聚焦就只为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好好的 你不要随便乱动 而且经过一段时间 聚焦专心 那个火才会点燃 同样的 我们在求圣灵这件事情 情词迫切也是一样 你又没有聚焦 在求圣灵的时候 你这个也想 那个也想 那心里面 不专心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 神要给我们 神也应许 要给我们 因为祂是我们的天父 在十三节那里就提到了 不可能把这个不好东西给儿子 会把好东西给儿子 最好的东西 最好的礼物就是神自己 祂要给你 但是你配不配的 你专不专心 你又没有看到 这个圣灵的一个宝贵 你会不会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 在灵恩不道会的时候 我认真的来祷告 或许还没有到那个时间 还没有到那个时间 我们每次的安息日下午传道来的时间 我们会摆设柜殿 让这个需要的到前面来祷告 但是我们会不会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上个礼拜 小弟到这个 普礼参加这个 普礼教会的灵恩不道会的时候 有一个目道朋友 他得到圣灵 那他为什么会得到圣灵 原来他上次的 就是上次灵恩会之后 他就觉得很感动 就是持续的来教会目道 有时间的时候 也是一样 在这个平常的聚会当中 他在祷告 祷告的时候 他自己感觉 就有祷告的声音变了 有那个卷声音 但是没有告诉别人 所以在灵恩会的期间 小弟就跟祝牧传道 去访问这个目道朋友 那我们跟他一起祷告的时候 哇 他灵也很充沛 那我就 我们就跟这个传道 就跟他讲说 你得到圣灵你知道吗 你的祷告已经改变了 他说知道了 原来 你看 跟他讲一讲 这个人 很有故事的一个人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他从小就离开家 为什么会离开家 因为爸爸妈妈死掉了 兄弟就各自 就各自就离开了 他国小没有毕业 他就从南部到中部 自己生活 所以他没有家人 他没有家人 那他这样的一个人 其实在生活当中 因为也没有受到 这个完整的一个教育 这样的人很悲惨 但是听到了这个福音 借着一个机会 来到教会里面 在这个教会里面 甚至祷告的时候 神就吃他圣灵 所以他说他得到圣灵的时候 其实他一直流眼泪 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流眼泪 他说一个大人 他说很丢脸 鼻涕也一直流下来 后来我们去访问他的时候 跟他一起祷告的时候 当他按手的时候 他又流眼泪了 而且灵也很充沛 我发现了 我们今天敬拜的这个神 他真的是知道人心所想的 他知道你在生活上的各种遭遇 那借着圣灵 让你知道说 虽然家里没有人 你好像没有其他的亲人 但是神爱你 我们看诗篇 诗篇的27篇第10节 诗篇的27篇第10节 我父母离弃我 耶和华必收留我 这些圣经 有的时候 我们的家人也会误会我们 我们也没办法跟他沟通 我们会被家人排斥 但是神 他会接纳我们 我们心里很痛苦 神会接纳我们 那我们怎么知道神接纳我们 神爱我们 因为圣灵 所以在这个圣会的时候 他要赏赐这样特别的一个恩典 在约翰福音第14章那里这样讲 圣灵是什么 永住的宝会师 是一个帮助者 永远跟我们同在的帮助者 就是他自己的灵 是最大的一个恩典 最大的一个福气 所以你要得到这样的一个福气吗 你能不能专心 你能不能迫切的 这样子来祈求 这个我想 平常我们也在听到 但是要自我的去检视自己 检视自己 当我们今天来朝见神的时候 你是带什么样的东西 是带什么样的一个礼物 但是这个礼物当中 神要的是什么 神其实不要你什么东西 祂只要你什么 只要带着你的心 最后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 约翰福音的第四章 约翰福音第四章 我们看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二十四节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二十四节 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神是个灵 神要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带着我们的心 带着我们的诚实 没有虚假坦诚的在主耶稣面前 到神面前这样子去迎见神 神乐意我们这样子做 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 虽然圣会的时间还没有到 我们可以准备 不要等到在圣餐的时候 那个时候太快太来不及 现在我们就可以准备去调整 我们把神摆在第一位 既然神要借这个时间 好像来做一个宣告 说我要赐福祭给你们 那我们来做一个准备 带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 我们一起来唱诗 四百三十首